大家好 回到這個《芒向快報》的時間 今天就是2020年4月7日星期二的早上時間 這裡有我許探長 這一節我變回許探長 還有馬來西亞的重案專員 馬來勁 Yes Sir 大家好 好 紐西蘭的這個 紐西蘭那些什麼場的刑警 是 雷文汪 大家好 Yes Sir 還有 紐西蘭的臨時模擬飛虎隊 還有 加拿大新進刑警的家燦生 嘩 大家好 我們純粹是介紹的 好 來了 記得like這段影片 留下言 大家聽完這一節有什麼疑點重重也好 有什麼破溫分析也好 什麼都好 歡迎大家留言 記得like我們不同的YouTube的影片 還有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 《芒向編輯部》 《正向部》 還有《曬冷氣3個YouTube頻道》 都希望大家去訂閱 分享 還有去多點看節目支持一下 今節我們有什麼要調查呢 就是發生了這個叫做紅磡黑夜 這個叫做橡根藍 其實就是一個叫做橡根藍 那大家 馬來緊就說這個名字 就有一點點叫做好像不雅還是怎樣 但其實都沒有關係的 橡根跟一個男孩子有什麼關係呢 那為什麼叫做橡根藍呢 這個可以叫做暴徒 或者他們說這群心亡暴徒 可以稱它為叫做手足 有一件事挺好笑的 在這個《立場新聞》就擺出來的 這篇文章叫做報道 然後拍一個樣子都看不清楚的人 但是那個燈光打得挺好的 我看到有五隻手指的 是啊 有一頂帽子蓋著自己的頭 然後就用五隻手指蓋著自己的臉 但我見到上次的燈光真的打得挺漂亮的 這個很明顯就不是橡根藍自己本身來的 因為這個一定要約上studio 燈光然後怎樣準備好 好 拍了可以 這些很明顯是假的橡根藍 那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說這個中資 一個叫做什麼被捕中資成員 就說親眼目睹 紅磡警署裏面 群警嘔打疑似精神病的被捕者 然後警方當然說 沒有人報稱受傷 大家都明白了 立場新聞是講什麼 大家都知道他們的立場是怎樣的 要講一下一點點了 為什麼會看到這篇東西 突然想拿出來講呢 就是很多人在Facebook 尤其是一些心黃暴動人 很喜歡share這些新聞 有一張圖的 馬來人都很喜歡做 都會幫忙做這些圖的 就是一tack了Facebook的時候 這幅圖就會看到 那它說什麼呢 它說它公演在幾百對眼看著的情況下 在這個停車場的大堂打你 所有人都可以看著的 它是明目張膽打你的 所以很無助 你被警察打 是不可以還手的 不可以自衛 只能夠打到它 夠停手為止 就是3月31號 被捕者 阿虹 又名 橡根藍 等一下才說什麼 橡根藍 一看到這句話 已經有些心黃暴動人 又說 我真的很生氣 覺得很無力 大M都這樣說 又這樣說 一看這句話 稍微有些智力的人都知道 是非常之有問題的了 馬探長你也說一下 馬探長你也說一下 如果這位阿虹 熊哥 被捕的時候 又被警方打的話 為什麼在場的人不出聲 叫警方停手 或者有幾百雙眼可以看著你的時候 即是有幾百雙眼 你計算一下 即是有幾百人 幾百人都沒有人會拿到手機出來 幫你拍攝 還是怎樣 還有你在一個叫停車場 香港 我想除了八鄉珠海迪 那些位置 你才附近沒有這樣的高樓大廈圍著你 去拍不到你 其實很多次 那些人已經拍到這些停車場 發生什麼事 或者由高空去拍攝一些 不同的暴動的情況 其實都相當之多 你竟然跟我說 在一個停車場 幾百雙眼看著你 被人打 打到夠停手為止 打到差不多了 即是回到差不多的時間 都沒有人拍到 沒有人肯出來幫你做 沒有人拍到 沒有人拍到 才奇怪 一聽就知道很假 那再說一下 這個阿虹有什麼自述呢 其實每次看到這些叫做什麼 立場啊 在那裡有這些 類似 半訪問形式 但是有相當之假的文章 我看到都覺得很生氣的 當然 他放在那裡 其實那個立場 都是傾向於 要抹黑警方 或者說一些似是而非 用很多叫做什麼疑似 懷疑啊 懷疑啊 怎樣怎樣怎樣這些 拿人會覺得 警方好像不對 未審先判 就是給了一個叫做 假設性 覺得警方好像真的不對 那我們看看這個阿虹 究竟 我們有名叫橡根藍 究竟 為什麼叫橡根藍 為什麼叫橡根藍 等一下會講一下 這個聽見都很好笑 這個橡根藍的名字 他說 阿虹的智術 給我選多一次 我都會說 他是懦夫 真是忍不住 好慶 又沒有號碼 又要罵得大聲 患有中度抑鬱 化名 阿虹 3月31日晚 在太子被捕 那你就低能了 那裡明明是沒有死人的 你還要在那裡 參與那些什麼聚會 搞到烏煙瘴氣 被人抓了 那你自己拿來了 是不是 因為在這個紅磡警署 向警員索取一條橡根 就被渴罵 吾X德 即是吾什麼 吾什麼都可以 這個警局是 文具pantry來的嗎 這個警局是 是啊 為什麼要拿一條橡根 你是不是急尿啊 或者失禁啊 有些 因為割了前列線的人 就沒有錢保留 他就要失禁 就要紮橡根 那是不是這些 有些 可以拿去燒刊 就要刊回去 不是 他可以裝一個叫做人工 潑藥機 直入人工尿道 和潑藥機 直入手術 這樣嗎 是啊 沒錯 咦 那阿智泉那些可以放心 那些 人工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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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好 始終就是手術 我們說回來 就是 因為一條橡根 給阿sir 不可以 然後 憤怡 就說阿sir 是懦夫 所以馬上被多名警員 拳打 更加強 施襲警員 還假裝好人 言語之間 批爭警員 襲警 事後 他無時無刻 都很擔心被告襲警 你這麼擔心 3月31號那次 就不要去太子 那些人搞事的時候 你們好走開 你一聽就覺得很矛盾 沒錯 然後阿虹又說 坦然 被打時 十分害怕 不敢說自己是病患 怕被欺負得更加厲害 嘩 你講到自己這麼無助 你又去太子重附近 那你去做什麼 一聽就覺得很矛盾 一聽就覺得很矛盾 這麼瘋狂的人 但是又會夠膽去 3月31號那時候 去太子重附近 一起和他們在那裡 在那裡搞破壞 一聽就覺得矛盾 作文也做好一點 然後阿虹就說 我不會向警察投訴 我投訴 因為不相信警方會公正處理 其實很簡單 根本就是誣警察 絕對是 如果你真的發生過 為什麼不去投訴 如果真的發生過 為什麼不去投訴 為什麼要走去這個 垃圾牆新聞那裡 亂參與 其實很多的 之前不是說 那個中大的女生 又說什麼被非禮 強姦 強姦 又說 然後叫她去報警 又說不報 還是怎樣 但是又出來說 爆眼少女 爆眼少女 太多這些 我真的 還有人相信 智力也有少許問題 例如大M那些 又說 很憤怒 很無助 挺好笑 這個人都一百年多了 中年男士 不化了 不化了 是啊 去到哪裏 又會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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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限回頭 會不會死了 很簡單 很簡單 無限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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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 831 有些東西 會回頭死 你的program寫得不好 就會回頭 就會明白 即是她就快要回頭 人都會回頭 去到美國 然後回來 還不是回頭 去到美國 然後回頭 因為美國用英文 美國用 然後回頭 回頭 就是叫轉機 轉機回頭 再說 這個叫做 香港眾志 都出來抽水 插兩劍 就說 和被捕的香港政治成員 李啟靖 就表示 趁眼目睹 熊被打經過 哦 做假見證 是嗎 是的 這個 我們再看看究竟是有多假 我們一起 其實這些文章 稍微 你看一看的時候 你慢一點去看 想一想究竟發生什麼 不要讓標題看完 就當作真有歧視 我們要破解 這個 裏面的玄機 剛才我們一直讀 已經破解了很多 對吧 這樣就說 保釋之後 在Facebook 披露事件 當時 他以為阿孔可能有精神障礙 兩天之後 阿孔就主動聯絡他 我不是智障 我是中度抑鬱 嘩 你抑鬱還走到831 3月31日 還走到太子寵 我這個都很誠疑 這個很大 即是你很抑鬱 你已經很害怕 或者可能會擔心很多 你可能未必願意去接觸這麼多 還好像你們那幫人這麼瘋 這個已經是再度擊破了 李啟靖有形容 當時警員就是挑選一位容易欺負的對象 來施展一個下馬威 因為當時阿孔反應緩慢 和重複要求一條橡筋 阿sir以為認定他有精神問題 也不會投訴 十分無恥 他們要在警署施顯他們的權威 我說一就一 我說二就二 喂 不給橡筋你就不給你了 欠了你的 你不可能 他剛才說不止一次 他好像問了幾次了 老實說 兵方馬亂 我整堆防暴 站起來 你走過來問我要一條橡筋 那時候已經在警署裡面 其實那時候在警署下口供還是怎樣 我說為什麼橡筋紅要一條橡筋 他重複要一條橡筋 因為原來警察那時候就把他們全部拿回去 在331太子搞搞鎮之後 把他們全部拿回去 叫做落口供 落完口供之後 他們說阿sir可不可以給我釘書機 我釘一釘那份口供 釘書劍? 他叫釘十字架在腳上 又說阿sir釘的 他說阿sir可不可以給我釘書機 我釘一釘那份口供紙 讓我拿回去 然後阿sir說沒有 不方便 因為阿sir也怕他釘大腿 釘你釘書機 釘到十字架在腳上 然後阿sir就說沒有 不方便給你釘書機 不好意思 那橡筋呢? 給我橡筋捲著走 可以嗎? 現在什麼? 你影印啊 都不會問人家拿一條橡筋 你試試影印 就是影印一捲之後 你問人家可不可以給我橡筋捲著走 看人家可不可以給你 拿著橡筋捲著走 是不是? 接著說回 為什麼他會被阿sir捉住 說回情況 我們形容一下 阿虹在太子站附近遇上防暴警 當時在C出口附近有數名客衣人 嘗試用竹枝倒路 防暴警 那你已經該死了 是不是? 那人家倒路的 你還跑來幹什麼呢? 然後阿虹就說 防暴警就把數十名旁觀者 在荔枝角度驅散 阿虹跟著人潮走了沒有多遠 突然防暴警包圍他人群所在 警察好像電了這樣 突然衝下車 把我們推來推去 情況十分混亂 本來以為只是截停守身 誰知道幾分鐘之後 警員改變主意 把阿虹連同其他人 二十多人以非法集結 唯有大反紅磡警署 整輛車大家都很平靜 好像麻木了 如早被抓 形容在車上 十句其九都是年輕人 解放裝束 大家都戴上這個外科口罩 到了凌晨1點的時候 警員跟他們一起下口罩 他們在雨天操場排隊 交出隨身的物品 然後叫他們上了這個臭格 當時阿虹身上十張這個口罩 上面有個人資料 擔心這個口罩 散修修 容易遺失 要求防暴警 可不可以幫他們 扔書機扔上去 警員說 我不能給你金屬物品 他們說改為要一條橡筋 扔書機扔上去 扔書機扔上去 第二次再問的時候 另一個防暴警察 說不可以 這樣 好了 阿虹 那應該是 不可以的 其實就是告訴他 不可以 其實應該就是 告訴他 告訴他 就不是 警察要罵他的 應該沒有說髒話的 因為 因為我覺得 香港警察 在這些情況下 很專業的 因為那時候已經 合完 你合完的時候 警察說髒話 我就覺得比較可信一點 還有他說 為什麼防暴警大喝一聲 為什麼呢 防暴警戴著頭盔 他自己 大家有沒有試過戴著頭盔 你聽到人的聲音 都很小聲 你很自然就會說話大聲了 那是 這些很小事 是的 他說防暴警大喝 他戴著頭盔 掩著耳 就大聲了 等於這樣 我現在戴著這一封 我自己都可能說話都會大聲了 是不是 是因為聽不到自己的聲音 聽不到自己的聲音 聽不到自己的聲音 小了 小了 所以你說話會變大聲了 那我們再說話 挺好笑 阿虹心生不分 嘲諷對方 你肩膀沒那麼飽 看來你自己是個懦夫 阿虹認為這句話 令一個路過的白衫不滿 這個警長馬上指罵 然後又老作 老作一些對白 之後有四五個便衣 上前包圍 把他推來推去 又有人呼喉 叫他跪下 又說 又說很故笑 突然說 有個白衫警長 一度 作勢拿起一個藍色的摺燈 向他這個高舉 在他頭頂上面 就說 我很害怕 我還有爸爸媽媽 我不想去新屋嶺 然後嚇到你 當時不斷說 現在又常想起 爸爸媽媽 剛才出去衝的時候 又沒有想起 沒錯 馬探長 突破了這個盲腸重點 剛才你說到自己有抑鬱症 你這麼害怕 你竟然 無緣無故去跟 SIR說 你肩膀沒有號碼 看來是一個懦夫 又頂撞SIR 你哪句真 哪句假 究竟他 吃了藥 所以又不是抑鬱 抑鬱都這麼勇猛 是嗎 我明白 我可以想到為什麼抑鬱這麼猛 他是間歇性抑鬱 因為他中度抑鬱 是啊 他間歇性的 一定是 這樣就行嗎 其實 什麼叫中度抑鬱呢 要解釋一下 其實有一本東西叫DSM5 他的診斷標準有九個症狀 如果他中度抑鬱的話 就有三四樣中了 三四樣中了 就是在輕度和重度抑鬱之間 其實會影響了 如果輕度已經會影響到社交職業功能的損傷 就是會有輕微損傷 如果是重度的話 就是明顯干擾了社會交往人仔關係 和職業功能 那他就在中間 那他就是間歇性 就是間歇性 不是經常都有這個症狀 那他符合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是 所以他拿不到這條橡筋 就很抑鬱 現在 就是他 他像無定向喪心病狂症那個周星馳 那些 是不是 是不是 突然想到 好像枕頭 刺到枕頭 那我呢 我要看見你 只要一條底褲 他只要一條橡筋 什麼都不要 哈哈 橡筋都沒有 哈哈 突然說沒有橡筋就很抑鬱 沒有釘小肌就很抑鬱 這次就說 很厲害 歷史就半分鐘至一分鐘 後頸被人重擊一下 就令他暈穩地 走路時可以 驗傷 如果真的這樣 真的要這麼嚴重 可以驗傷 那個眾志的成員 都沒有告訴他 眾志很熟悉的 這些事情 怎麼可以驗傷 怎麼不可以 是不是 不告訴他 對 還有 我們當然 不是就這樣 開一篇出來 笑一下 那就算了 還有我們分析了 當時的地形 這個停車場 根據 在這個 剛才我看節目 開始也說了 附近應該有很多 叫高樓大廈 看到它 原來這個停車場 如果計算這個高度 都相當多 屋苑包圍到它 包括有這個 御農居二座 一座 還有進民院的 民海角 民宗角 金百里大廈 人麗花園 有錢人住的地方 接著還有一個 不懂得讀 什麼什麼風 我只知道那裡很貴 嘉林角 這個全部 全部都是高檔 都是高中產的地方 這些地方 這些地方 全部都可以 居高臨下的眼神 就看到這個停車場 如果他們在這個停車場 有這樣的 叫做 集 這個 將這班 疑犯 什麼都好 非法集結的疑犯 在操場上 我想都相當多 可以有人拍攝到它 你竟然 不單止幾百雙眼 這個停車場 都坐不了幾百人 幾十 是啊 眾志這位仁兄 會不會講得多一點點 大話 他們一向都講多 是嗎 一百萬講三百萬 那些 那些當然是預料 那些最起碼 我覺得 不過他們也是 這班人是騙徒 現在在騙 如果他們 他們是這樣的 他真的撿到警察手照 他們就會 投訴警察 但是現在肯定是 開啟記者會 打炒大鬧 現在不是 就是這樣 林卓廷的嘴巴爆一點點 都出來拍了 十八針 十八針應該連嘴巴都封了 但是好像無事 這個 淡笑 這個橡筋籃究竟是怎樣 我想都是去購的位多 那這次時間 差不多22分鐘了 究竟案件是怎樣 我們之後再研究一下 橡筋籃究竟是否在家裡玩橡筋 還是在摘橡筋 這就不得而知了 好 我們先講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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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龍居